广州市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创业基地 是无数香港创业青年梦想开始的地方 其中陈贤汉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 我在2012年的时候就在香港中文大学毕业 毕业之后其实我就已经在香港创业了 毕竟是一个我们从小到大 家人在这里朋友在这里的地方 所以香港创业其实就不是太辛苦的 我觉得不过香港有个问题 因为市场就太小了 其实未来5年10年 其实我的发展一直都会很缓慢 越港澳大湾区就是我们这一代的 80后9年后的一个进入内地发展的 一个又一个黄金机会 2017年3月5日 在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 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 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 研究制定越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发挥港澳独特优势 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同年7月深化越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 善于把握机遇的陈贤汉首选来广州拓展市场 广州无论在语言上 生活的习惯上等等 其实跟香港人非常相似 所以生活上 情感上都会很适应广州这个城市 所以我都极之极之去 呼吁所有港澳青年 或者在过程中 我都经常性去提议港澳青年 将广州成为他们踏入帝湾区的第一步 首选广州创业不仅仅是情感之谈 更是战略之谈 陈贤汉认为 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各有优势 但广州综合实力最强 无论是高效资源 人才资源还是平台资源 在全国范围内都名列前茅 这一切正是初创企业迫切需要的 在丰富资源的加持下 陈贤汉2018年在广州创立了 第一家内地分公司 三年多以来 陈贤汉的业务遍布全省 粤港两地团队人数过半百 公司成长速度令人震惊 我们在香港就完全没有想象过 原来内地的市场可以带得这么夸张 我来到只学到多少 每一日遇到的机会有多少 香港是讲每一个月的机会 或者每一年的机会 内地是讲每一日的机会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内地的感觉 创业期间 陈贤汉不仅用心在自己的老本行 建筑设计领域打拼 很热心公益事业 这座港澳青年之家 是陈贤汉的创业基地 也是陈贤汉为无数港澳创业青年 打造的互助基地 例如我们在一个网红直播间 其实是不是真的做到很大的效益呢 又不是的 但是为什么有呢 因为香港青年来到内地 其实实在太不适应内地的一个营商环境 包括我们内地的电商市场发展得很快 所以香港青年一些传统的商业模式 来到内地我们是需要教育他们 教育他们怎样将本身的传统商业模式 转换到我们现在内地的一个电商经济 网红经济的一个方向 他们需要招聘的时候 如果他们直接自己去找一些招聘网站 成本很高 我们就免费投资给他们了 刚刚我所讲的所有的服务 是一元都不收 完全是免费投资给所有港澳青年创业者的 独木难成林 众人食材火焰高 只有更多的港澳青年来内地发展 才有希望带动香港澳门经济向好发展 在港澳青年之家 陈贤汉还定期免费开设法律课程和税务课程 其实香港青年来到内地创业 其实你问我困难有多少 我想是多到你想象不到 其实香港青年对于内地的税制 是非常之不熟悉 因为是一个完全两个不同的税制 刚刚我都讲到 其实香港青年年发票是什么 发票的机制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增值税 其实他们完全不知道 因为香港是没有的 所以在这方面 他们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经验模式 也会影响到他们公司的定价等等 叫一些法律顾问过来 去讲解一下一些法律的知识 甚至乎会招请一些税务的专家 来教教他们 其实港人澳人在内地创业 有些什么税务优惠 还有怎么样去令到自己的税务成本会降低 同时我们也都给免费的一些会计师 注意人士去提供一些免费的咨询服务等等 在陈贤汉的努力下 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 为港澳青年到内地发展 提供开放式经验式全链条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目前已经有90家港澳青年企业进驻基地 同城内地发展快车 共享湾区发展机遇 类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